历史对我的现实生活能有什么帮助吗 历史和现实能直接关联起来吗 一般是不能 你又不想起兵 对不对 但是历史背后它是有认知的 历史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啊 谁做的对 谁做的错 对是因为什么 错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 这个咱们说是认知 那你从历史得到的认知 能不能直接用到现在的生活上呢 你可以说也不太能 但是现实也是有认知的 现实生活中你碰到那些事 你可以反省啊 有经验教训的可以吸取的 这也是认知 那历史和现实的认知 能不能结合起来 这个其实是能的 这两个是相通的 而且还可以相互印证 互相补充 让你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更深刻 这两个认知可以合为一个 历史和现实 是通过认知联系到一起的 这样你读了历史 你再思考历史 就可以帮助到现实了 咱们直播间里的啊 都是历史爱好者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 好像帮不上现实呢 不是你对历史思考的少 是很多人呢 对现实思考的少 你对现实没有认知 就算你思考了历史 你仅仅对历史的认知 也帮不到现实 也连不上 所以很多人欠缺的是什么呢 是欠缺的是对现实的认知 像我每次直播间 一聊点非历史问题 总有很多人跳出来 聊点历史吧 不要讲这个了 他只喜欢听 他喜欢听的 只喜欢听 他所谓有兴趣的 你如果对现实没有思考 对现实不感兴趣 这种东西影响我 每月三千块钱的工资吗 那你要这样的话 你历史看得再多 甚至你对历史有思考 也没有用 也对现实没有帮助